哎呀,请早起床,烧点水 发现个事儿,我这个暖壶不保温了 今天要买冷,买个暖水瓶去 房车里喝的水呢,我们基本上用这种 换泉水,凉的也能喝 热的就需要烧一下了 我们把它烧开 排骨,什么菌菇粥啊 带餐套,老牛丝粉,什么时候喝,臭水 坚果来一袋,低纸鸡胸肉 搞个酱汁风味冰凉,得热一下 放到下面,烤一烤,这样可以 一会儿拿水泡下就行了,把它放到水里 开水里泡一下 七活,这就是早饭了,喝点粥 说实话,这个低纸鸡胸肉太难吃 本来是买来减肥的,后来吃了一次就没怎么吃了 然后就一直给谁吃,给福波勒吃了 我觉得我不需要减肥 一会儿看看今天要不要去,还去哪里 按着路开吧,每天愿意开的话就开个一两个小时 不愿意开吗,就待一天附近转着 我们现在整理一下,准备出发了 这就是葛仙山的停车场,那就是景区入口 我们昨天就在这过的一样 齐活,准备出发 我们也出发了 看看今天能走到哪儿,能走到哪儿的漂亮的地方 今天我们就住车在这里了,刚才像在城里住车了 结果发现,确实挺乱的,人又多,然后又没有个大的停车场 都是停在路边的,所以我们买了点吃的 还是停在这个,郊区一点的,安静一点的停车场 舒服一点,停车场没有人 今天买了点儿熟食,买了点儿这个麻辣烫 现在出的问题是我们在哪儿吃饭 正常应该在这儿吃,有餐桌 但是在这儿吃会冷,为啥?因为车里没拆暖 所以说坐在炕上吃,杯窝里吃最舒服 在这里加一个桌子就可以了 得开动,这是我们今天的菜 麻辣烫,油渣,猪舌头,还有苹果3加6 这样吃会倒好一点 本来今天停车说是停那个城里 那城里确实没有好地方,都离马路比较近 所以还是买点好吃在车里吃 出城里,早上被吵醒,这里安静可以睡懒觉 吃饱喝足,这是今天在路边买的草莓 然后咱们再吃点仓后水果 哇,现在是2点,2点多,5到3点 起床,上WC发现下了这么大的雪 看到没,地上都是雪 哇去,刚才穿着拖鞋,一下子卖到水里去了 哇去,看看,看我儿子看着又在长枯了 看到没,现在外面绝对是零下了,我估计 多了没有,一二度肯定是有的 哇去,不是这么晚了,可以出来玩雪了 你这个取暖呢,就是靠这个50瓦那个电路子 这车里没有拆暖,开了两侧门 目前车内温度不到10度,9度左右 如果没有电路子就完蛋了 我估计,现在很糟糕的 但是有这个电路的,现在很舒服 今天是几号,今天是23号了 23号的凌晨2点半 刚才出去WC发现下超大的雪,你们也看到了 然后地面上有雪,证明肯定是零下,零下一度左右 我估计,不会太高 然后呢,车内温度呢,是我看看 9度10度的样子 看到没,所以给大家看这个呢,就是证明什么呢 证明就是我们房车玩的时候 你看我现在,9度10度 我现在就是一个保暖,还不是很冷 为什么呢,因为我有电路子 屁股下面都是暖的,被窝里也是暖和的 所以就分享一下 如果我们在气温就是不是很零下 很冷的时候,其实有个电路子就可以搞得定的 但前提可能因为导主也是 脂肪比较多,耐寒一些,可能瘦的就没这么舒服了 刚才我出去穿了个外套 然后连充风裤都没穿就出去了,玩雪去了,挺爽的 我估计这样可能会感冒,因为雪太大,太兴奋了 挺爽的,这个车的保温性还是可以的 但是呢,还是要有技巧的去玩的啊 也就是在室外下雪,雪在落地上没化啊 车上也有雪的时候,前面那个帘要拉上,知道吧 这个挺厚的一个,一个这样一个隐私帘,拉上了 那现在你比如说,它的前风挡玻璃上都是雪 对吧,你想的风挡玻璃,倒进来的那个温度肯定是冷的 所以现在你要是如果去那个前舱里面,驾驶舱 驾驶舱里面肯定它温度比这里要低的 那这里呢,相对空间就是比较小,对吧 然后我一个人在这里面嘛,呃,电路都开着,电路都开着 我都有点热,所以我手脚都会伸出来啊 因为确实电路开始了,还是开到低温也是蛮热的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散发的热量啊 然后包括这个车的保温性啊 能让这个车现在车里的温度能达到啊 你看刚才我开了几次,门是9度 现在11度,10度11度的样子 拍这个片子呢,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就是,呃,同款车不可以说 因为这款车保温各方面做的还是可以的 同款车的小伙伴就是我们在零下 呃,外面1度左右啊 0度1度左右的时候 你有一个电路子 然后你的车内啊,温度基本上 就会控制在10度左右啊 10度左右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的 没问题的 看我现在基本上一个 就是一个那个包暖内衣嘛 啊,刚才出去玩了一圈 挺爽的,但我不就怕感冒了 现在不感觉挺冷 啊,因为现在那个屁股底还是热的 你知道吧,有电路子 他给你导热上来嘛 那个这个热量还是有的 所以呢,跟小伙伴们分享啊 就是我们房车旅行啊 电路子还是要备一个的啊 很省电 单人的一般最大功率50瓦左右 双人的一般90的100瓦 啊,这个还是我们可以接受的 一般你电瓶哪怕不大 也是正常用用没问题的 好了,那我准备睡觉了 哎呀,这个大雪这么大 就是让我儿子看到这个雪 肯定兴奋死了 哎呀,这被窝 哇,这被窝真短 这个电路子真给力啊 花了80块钱买了个电路子 还可以 哎呀,没去关灯 关灯去